我国举众界有两大金牌教练采温义和灵晋能都培育出世界顶尖好手 未来若国内能培训出更多金牌教练 相信体坛会更加壮大 报系资料照分享 近年来我国举众人才辈出 不仅培养出奥运双金得主许孙景 还栽培出在世大运打破世界纪录的郭幸存 未来国内举众要保持世界级水准 出选手培养外教练培训也很重要 我国举众界有两大金牌教练采温义和灵晋能都培育出世界顶尖好手 未来若国内能培训出更多金牌教练 相信体坛会更加壮大 世大运举众教练陈淑芝表示 如果能由国内两位金牌教练分享一些成长课程 或是邀请国外资历丰富的教练分享经验 相信教练吸取国内外星之后 整个环境会一起成长起来 要培养出顶尖举众选手 不单是指导举众动作 心理素质提升和运动科学辅助也很重要 成熟之说 举众不单纯是在举而已 选手要休息好 恢复好 营养好 才能练得好 但在训练选手的过程中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练得多就会进步 但相对的选手恢复时间就变少 增加受伤风险 陈淑芝表示 如果国内有推广提升教练新知的课程 相信很多有心帮助学生的教练都一定会参加 这样受益也比较广 国内体坛要进步 教练的训练不能只是土法练钢 还需结合运动科学辅助 这样不仅教练能力提升 也能培养出更多顶先选手 降低受伤风险 带动体育风气 建议体育署或各单校协会 定期举办教练成长座谈会 让教练与选手一同成长